上個星期有個最好的例子 Fox News的Peter Ducey問到白宮發言人 拜登在選舉的時候不是說川普的邊境的牆代表分裂 代表排外代表霸權嗎 那拜登現在為什麼又要蓋牆了 川普總統議員會說 川普總統議員會說 他不會有另一幅幅幅建立在我的 administration 所以什麼改變了? 我們不是在這裡建立的幅幅 如果幅幅僅僅僅在那邊的地方 是這裏努力的地方 是這裏努力的地方 要來得到達到某些地方 像在 Texas 什麼是一個計劃? 我們不是在這裡建立的幅幅 我們正在清潔的糟糕 前面的政府所做的 我們正在想救生命 這是什麼前面的政府所剩下的 我們正在清潔的 這個白宮發言人 Green Jean-Pierre的能力可以說是 極差無比 他幫任何一個老闆工作當秘書 第二天應該就會被開除 白宮發言人其中一個主要工作 就是要來擋一些很難回答的問題 就是很多問題你是不能回答的 正面回答很難看 所以用一個比較聰明 比較政治正確的方法來擋下來 這些尖銳的問題 簡單來說就是一堆沒有什麼意義的字 然後好像有回答那些問題 但是又什麼都沒說的概念 那這位Green Jean-Pierre做不到這一點 Peter Ducey說 拜登好像在蓋川普當時的那艘牆 拜登選舉的時候不是說 這牆一寸都不會增加嗎 那請問拜登政府的政策是哪裡出現的改變嗎 然後他又說 沒有啊 我們沒有要把牆蓋完啊 等一下 不是沒有人問你是不是要把牆蓋完 我是在問你說 怎麼又開始蓋牆了 我們不會把牆蓋完啊 對對對 我我知道 你們沒辦法完成任何東西 我只是在問你說 你怎麼又會再蓋 我是同性戀耶 又是黑人耶 所以我很重要 OK OK 我沒有在問你這個 你的答案跟我問的問題 基本上沒有任何關係 我是同性戀耶 又是雙性戀耶 然後我們不會把牆蓋完啊 我們只是在把上一個政權的錯誤修正啊 OK 如果你認為川普蓋牆是一個錯誤的話 你不是應該要把牆拆了嗎 但是拜登政府沒有拆牆啊 反而在加蓋耶 不是嗎 就跟台北那個大巨蛋一樣 說什麼 柯文哲跟遠雄那個時候 大巨蛋不是不安全嗎 那為什麼不拆 也不是不拆啊 也是要繼續蓋啊 只是要它安全啊 那根據專家的數據顯示 是安全的啊 你不要蓋的話 台北市政府就要付這個違約金啊 不是啊 我們不是要付違約金啊 我是說我找的專家說這個不安全啊 但是我還是會要繼續蓋啊 這個就是純粹的政治 沒有任何的意義 但是拜登的這個牆不一樣 拜登會繼續蓋牆 因為這道牆有用 這道牆是個保護 這就是為什麼 他們數落了牆 數落了快要兩年之後 其實四年了對不對 這是川普一開始的時候 就說他們就開始數落了 六年了 Sorry 現在要開始繼續蓋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他們以為 只要把非法移民一直運進美國 民主黨就會一直贏 結果沒有想到 因為他們這個樣子的政策 最受到打擊的族群 就是西羽裔的族群 所以在美國西羽裔的族群 開始跑票 開始投共和黨了 但是總體來講 長期來看 非法移民是會幫助民主黨的 但是在短期來講 沒有人會喜歡這些非法移民 因為這些人不守法 浪費資源 打亂勞工市場 打擊國家安全 整個國家從邊境到大城市 都會失去秩序跟法治 因為政府在鼓吹犯罪 又是毒品 又是妓女 又是人口買賣 然後幫派問題 沒有一個是民眾會喜歡的 所以在短期內 他們為了要選票 他們一定要有一些動作 好像試圖在解決這些問題 至少做給選民看 但是他們做任何事情 又必須要承認一點 就是川普當時是對的 這道牆是必要的